来看到交通耗炙无助呢 民众畅行反而是害人 知识桃源杨梅有红绿灯故障了 导致呢红灯绿灯同时亮起 因此看到了大货车驾驶呢 觉得自己是直行的绿灯 就一路往前开 在十字路口碰上了 觉得自己也是绿灯的机车骑士 两车相撞 机车骑士不幸骨折 说是迟那是快 货车根本来不去停 就跟机车骑士撞个正着 司机赶紧下车查看 好端端在十字路口停等红绿灯 怎么会发生车祸意外 还原车祸发生当下 货车驾驶直行 当时交通耗制的最左边 显现的是红灯 右边却是出现直行绿灯 另外一边机车本来就是绿灯 货车路口直直开 机车眼见绿灯也往前骑 两车在十字路口发生车祸意外 骑士被撞双腿骨折 他就有来调那个他来看这边的耗制 两边的耗制在对阵 对 校正 原来都是因为纵贯公路沿线 耗制路灯共感工程正在进行 导致直行绿灯跟红灯同时亮起 才会导致车祸发生 事后相关单位也前往调校耗制灯号 避免意外再次发生 记者王小华 桃源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